各位QP的同學大家好,我是Teky,我是Caplan的Program Director 這條片其實就是踏入了New QP之後,我們有再錄一個新的片段 去告訴學生,當你去應付New QP,包括現在的professional level,和capstone level,特別是講這兩個level,你要如何應對考試 的確在QP現在,踏入了New QP的年代,學生可能會發覺現在越來越難考,很多寫東西,是不是這麼難合格呢? 你看到數字上的pass rate好像是越來越低,但是以我在這裡教了十年,差不多前後十年教QP的經驗 我發現到有一些位置,其實學生還是有很多很多的誤解 例如我會在影片中說,其實有很多東西是不是真的open book呢? 雖然上我的課的學生,我已經不斷重複,說了很多次,其實很多時候你要當close book,我待會慢慢再說 另外就是,究竟你的應視策略還是不是黏著那些 course materials,甚至learning pack 還可以抄一堆東西下去就可以合格呢? 其實這個誤解對於學生來說,我覺得原諒的,因為QP都進化這麼多年,可能初初有比較多些題目,真的會抄就可以合格 但是你看到慢慢進化,pass rate開始慢慢低,你會發現到,為什麼會弄成這樣的呢? 是不是我再考已經沒有機會,就是我考很多次都要fail呢? 那你看完這條影片,應該會有些的insights,我相信可以幫到大家 由於我又不是zoom看影片的,會全部認識我,那我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Techy,我也是這裡的program director,也是現在叫M13,以前叫QBC的star lecturer 那我自己呢,在入行之前呢,我自己都在其中一間big 4裏面做過 那我在big 4做完audit之後呢,也跳了去一些小一點的second tier,或者是local firm去做 那但是在那些小一點的公司呢,我主力負責的就不是做audit的部分 可能會是一些quality control的東西啊,technical的東西啊,這樣 那所以呢,我對於所有類型的firm呢,的學生呢,我自己都是接觸到很多 那就是例如是他們的,在一間firm裏面去做事的時候,他們面對到什麼問題呢? 那例如說,你考audit的時候,其實你很注重practical experience,那你 那間firm小一點,可能你在那方面弱一點,那你怎樣可以在其他方面補充到,你自己呢? 去令到你自己去考M13的合格呢?那這些我都會給很多advise給學生 那我自己做完不同類型的firm之後呢,也都是正式加入了這個叫教書的行列,教考試這樣 那我自己呢,都搞很多年了,QPC,那你見到呢,都有些result gap 例如說,我12個intel近10個QPC prize winner都是我這樣 那另外呢,我亦都在June 2016呢,試過呢,就是同一屆呢,有3個price winner 都是來自同一間firm,那我講這些只不過是講著呢,你想知道怎樣合格 不是人人都說,就是target想拿高分,但是有人去拿著我的那屆 under我的教學方法,而他最後是拿到最高分 那就是證明其實那個方法,那個方向已經是對的,但問題是,你願不願意去接受這個方法 所以我給你heads up你,這條片呢,最重要的那句說話就是 請你如果想繼續去踏入QP,考QP這條路呢,你一定要改變這個mindset 這個是最重要的message,在這條片裏面 那我慢慢再去和你,希望說服到你,接受我這個教學方法 好啦,那你就看一看呢,現在新QP呢,那個的架構啦,因為 你們不需要知道很多structural的東西,但是這個會影響到你們去理解 為什麼現在呢,考到professional level那四個module已經是,咦,好像沒有計算了 其實是有原因的,別人整個new QP的格局是有改變的,和以前是不同的 現在呢,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你是考一個new QP的範疇的話呢,你可以由最底的associate level去考起,對不對? 跟著之後就professional level,然後去到capstone,capstone都正式開始了,但問題就是呢,它的架構和以往有些不同的 以往就是,它沒有associate level的,就是enhance QP,你叫舊QP也可以,enhance QP也可以 變相呢,以前呢,就只有一個途徑就是,哦,你呢,如果不是讀account major的,你有bachelor,但不是account major,你可以讀conversion program 讀完之後呢,就可以考professional level了,這樣啦,但也都可以就是怎樣呢,以前有些叫什麼AAT啊,PBE那些,就是課一些呢,可能是hi deep啊,diploma的東西,一路考上去的 其實現在都不是很大分別的,如果你自己是一個bachelor的degree,你也可以繼續去,就是你讀nonaccount major,也可以去讀conversion program,再考professional level 要不然呢,你就是,哦,我不讀CP啦,我不想讀書,我只是想考試,那就是考一些exempt不到的科目,再上professional level 要不然呢,就好像以前AATPBE的方法就是,哦,考完實科,搞定了,然後再上去,行嗎?但你要想一下,這個架構,為什麼會影響到考professional level的module的學生呢? 以往是沒有這部分的嘛,以往是沒有這部分,變相有很多人呢,就是在大學啊,或者CP啊,那些呢,一大部分人一考呢,就考到professional level 所以你會見到以前enhanced QB呢,都還有很多計數啊,哇,例如以前的module A那樣,整個consort 都要計算的啦,問題是問consort income statement,還是sofp,還是cash flow statement,但是那個問題是,現在有associate level 已經有一個fundamental,就是整個架構裡面已經有associate level,那些計數啊,define啊,問你一些很basic的reels啊,這裡問完啦 啊,你明明人家在轉變著啊,其實你不要以為呢,去到new QB呢,他是一下子,哦,突然間,以前都還在問,現在不是 啊,那些的,你看一下那些呢18、19呀,20呀那些卷呢,人家慢慢已經滲一點滲一點,越來越少計數 越來越多寫東西,只不過你們不覺得嘛,或者你們會奇怪,為什麼這間屆這麼多寫東西啊,不是突然 其實人家的new QB的架構一早已經成型了,人家一步一步一步幫你去轉變,所以呢,到現在真正new QB去生效的時候呢,你會覺得 怎麽會這樣?尤其是June 2021那屆,第一屆的module的NEW QP,好像都沒有計算了 這個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為associate level就是計算了 人家是這樣想的,所以你上到這個架構,很多事情都是問理論,technical層面 甚至是問你那些要爭論,給你一個accounting treatment,寫給你,問你對不對 有沒有更加好的treatment,因爲那些,你回答一下,這裏應該怎麽做 問了,人家,所以你去到professional level,你一考11,12,13,14,就開始問你argument 一會兒告訴你,capstone更,不是叫變態的,更誇張就是,他把這堆東西,你識的那些混在一起 你是公司management,你應該怎麽做,人家是逐步逐步推進你,當你考完這個架構 你已經有能力,去成為一個不只可能會計師,甚至是一個公司的owner manager 就是top management,人家在推進你做CFO,甚至CEO的位置 那所以呢,這裏是整個架構的安排來的,人家是這樣玩的,所以爲什麽你會開始明白 以前有很多可能可以抄那些東西,以前我看1314的那些很舊的paste papers 還有抄的,是呀,現在沒有了很多這些題目了,所以你要明白人家架構上呢,是會影響到那個考試的模式 這個第一點,好,那看後面吧,這個呢,term呢,其實現在工會是不斷去叫學生重視 叫core enabling competencies,如果你有開始上New QP的workshop呢,你會見到別人叫做CEC,行嗎? 那我不是說裏面有些什麼啊,什麼keyword那些,我只是想說,CEC呢,是不斷建立你一些的,譬如說critical analysis啊,problem solving啊那些 但是你要記住,associate level呢,只是說,哦,define一下啦,不是沒有time management的,人家都是三個小時考試 都是要within一個time limit,去完成某些task的嘛,但是你上到capstone,最後最後的level呢,就會是多很多,哇,什麼innovative thinking啊 negotiation,這些不會在associate level出現,因為問題就是,怎麼innovate啊,associate level在問你一些basic的東西,definition和rule,你做好那些consult再算吧,但是不是哦,你上到module11,人家考你什麼啊,哦,沒有啊,就是module11未必會問這個啦,但是,哦,沒有啊,critical analysis要更加高層次,你要argue,啊,如果你是那個客人的CFO,你要argue,present給那個bord看,啊,其實這個accounting treatment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有沒有一些東西可以迎合到股東需要,也都可以令到分數,啊,又好像挺帥仔,帥仔一些,但是又合乎那個FRS呢,你已經是去到一個advisory的level了,professional level,那capstone又不在話下了,所以人家是,逐層逐層呢,去推進你的CEC的能力的的,啊,所以你會見到呢,現在capstone呢,那個free, 啊,這三天的workshop呢,是很多建立這些呢,是你以前的level沒有學過的,例如Facility會教你,你遇到這個情況呢,你有些ethical的考慮的哦,你不只是賺錢先的哦,哦,你吃到人吃什麼中毒,你掩著一些東西不說的,可能對股價呢,短期上是有幫助,但是長遠來說呢,人家挖到你的倉巴呢,就揭出來,你更大鑊, 到時分中倒閉都不期,你是要開始是整個概念,整間公司去想的,那所以你問我呢,那個capstone呢,professional level,或者capstone level呢,是會更多這些的能力的推進,你要明白這件事先,好啦,那當然呢,我就這樣說呢,就好像很空泛那樣,必定會有一些,我不是想說怎樣答題,我是想說的,其實那個形式,如果你的思想,還是流於就是,哦,背咯, 不是背咯,就是有些東西抄一下咯,抄條rule下去就搞定咯,我可以用題目來印證給你聽,你還是這樣想的話,that's why你以前考過QP,或者近幾年考QP,你會越來越發覺很難,為什麼下一幅那麼多次都fail,因為你不夠膽放膽寫自己字,那有些人我講了上課都不太明白,那什麼叫寫自己字啊,那我當然會和你看一下啦,那一條很簡單,很簡單, QPA,module 11的題目,那我就改過一點點東西,那他呢,就叫你,譬如說,哦,你呢,就 discuss一下啦,那這裏呢,就誰人都會看題目的,就算你沒有上課,是不是,一啊二啊,兩拍的嘛,那一這裏就說,哦,究竟以上講這件事,那個accounting impact,那你會預計到那個題目呢,就會是講這件事,哦,改那個residual value of aircraft,因為那些飛機啊,船啊, 那些呢,有時候的市價會fluctuate的嘛,那你要定期revise那個residual value,那究竟是轉accounting policy,還是轉accounting estimate呢,當然我不會抽一條很深的啦,哈哈,因為這些短片那樣,我抽得很深,你就不明白我說什麼啦,第二樣東西就是說,哦,那個standard,要你做些什麼disclosure呢,那這條題目挺好的,他又,第一,他的technical competency,不是要求我告啦,第二就是說,我可以告訴你,我經常叫學生,啊, 啊,你要背書啊,你要寫自己的字啊,你是不是有能力可以,一科是很多東西學,你是不是一定要記好所有東西呢,你的腦子是不可能會裝得了所有東西,是不是每一樣東西都要記好下去,而不可以refer material呢,不是, 但是我希望用這條題目來告訴你,其實是有一些的分別,有些東西你一定要背,有些東西你要寫自己的字,而有些東西呢,你是逼著一定要refer material,你要分得很清楚啊,這件事,好了,看看一看, 有些背景,例如說,這家公司呢,就 depreciate,那些 aircraft呢,就用一個basis的,例如說20年啦,然後residual value就10個percent啦,按個strict line method, 是這樣的,所以有三樣東西,而人家就沒有改到20年,他這個呢,就沒有改到的,另外呢,strict line basis都是沒有改到的,人家只是說呢,哦,因為呢, 這個市價,那些市價,那些市價錢呢,那個價錢呢,不斷下跌,那由於呢,有些information的轉變呢,那個group呢,就想著呢,由4月1號, 那這裏我給你一點資料吧,那年呢,這家公司就是12月31號2016的,這樣,那就是大概過了一個quarter之後啦,就開始呢,改一個refer material value,就由呢,這個10個percent,就改造5個percent, 很簡單,一個很短的題目這樣啦,那如果你說你是考professional level呢,你可能會在section B呢,短題目是會見到這些,絕對不出奇的,可能我蝙蝠再長一點點這樣啦,人家在問你是1, 還是2,當然這個是part 1,part 2你要分開寫啦,那很多同學呢,面對這些題目,就是這些很多,其實很多pass paper啦,你只要有1,或者上課的老師有教你這個AS法呢,你是不會不懂的, 因為呢,在那個accounting standard裏面呢,有很多example,去illustrate,這段怎麼說,這段怎麼說,這些example,必定有出現過,就算考試沒有pass paper說過呢, 那個standard的appendix,有時候都很多時候會有說,因為現在的standard越來越長,後面有很多illustrative example,很多很多的,這些一定會有在裏面的,所以呢,你有上課的,或者有自己1個書呢,你一定知道這裡是問AS法,對不對? 我想說的就是,module11,和14那些,那些rule呢,是比較清晰一點的,當然它可以問到複雜啦,但是,你在一個考試層面來說, AS8就是AS8,AS16就是AS16,就很少說,那些東西呢,哇,這裡又有用啊,這裡又有用啊,這樣呢,這個不是那個範疇來的, 基本上答module11和14呢,就是一條rule,apply,一條rule,apply,或者一條題目問你十幾分,只是apply一條rule, 那你抄了一條rule之後呢,基本上下面就不斷apply,apply,apply, 我想說的就是,如果你的心態還是說,誒,這次呢,就是,過卦sir,missie有教啊, 誒,AS8,這個當然要先寫下去,因為誰都知道要寫個號碼和名字,對不對? 那照道理就拿到一分,那你這樣想,OK,沒有問題的,這個, 因為號碼和名字呢,一向大部分的題目都要寫的,寫下去, 那我就假裝是學生了,你會怎樣呢? 誒,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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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ie那個,誒,那個,啊,sir的乳屎,誒, 誒,某一版有講這個,誒,誒,先揭開,誒,然後怎樣呢? 抄了條rule先,誒吧,抄了條rule,之後呢,就是,就是回答一點,誒,這個呢, 就是,estimate,food stop,因為你問我是不是,你叫我discuss, 我就抄了,好抄的,考試一下,你揭開某版,因為你有溫的, 誒,記得356版,貼了sticker,抄,抄,抄, 接著最後呢,加一句,這個case是estimate,food stop, 你呢,仍是這樣的態度去回答這個new QP, 即professional level和capstone level,為什麼你會不斷輪迴fail? 你答下去感覺很良好的,抄嘛,copy嗎? 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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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吧,答案一定有啦,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現在在那個professional level,我也未講capstone, professional level的四課,其實你只是這樣回答一些rule, 接著呢,那些rule的文字,更多過你apply的文字, 我可以99.9%跟你說,你一定會不合格,你抄的時候一定很開心的, 誒,實是以為有分啦,是你以為有分,當你呢,去到放榜日, 你發現,唉,慘了,又fail,其實你那一刻呢,已經不記得考試那一刻你回答些什麼了自己, 原來你考試那一刻就是,每一條都是,你的能力只是去到抄, 下一條rule,一定有分啦,搞定啦,這裏拿一分,這裏拿一分, 加加密碼就五十分啦,你認為你自己是這樣,其實你知不知道現在很多寫卷, 或者那個的answer,都是說,我叫你discuss,我就沒有叫你每一刻都回答條rule, 我不是說你不用回答條rule,但問題就是,你不要以為只是回答條rule,抄了, 哦,搞定,這樣啦,我改過答案啦,當然,因為這裏六分啦,你反而會怎樣呢, 回答完個number和名字,我不是說你不用回答條rule,當你回答條rule啦,這樣, 你apply那些文字呢,全部都要自己寫,學生就最討厭自己寫字, 永遠都是,阿sir啊,不如你呢,在那個looks那裏,放些框架給我, 框架一,框架二,框架三,他這樣問呢,就照這個框架, 那我到時就不用想啦,如果,每個老師,很多老師都會這樣教啦, 如果這樣教,令到你們每個都合格的,那個passing rate就不會二十多, 問題就是,我們常常上課教你,就是說,那些rule你要懂,我明白, 那條rule你都不懂,你怎知道他在問AX8呢,或者你會答錯, 哦,你答錯,原來這個是轉accounting policy,玩完啦,你的knowledge都不穩固了, 是不是,這樣就碎硬了,當你懂的時候,你的mindset要轉變, 就是,不要常常在那裡掛抄,我想告訴你,就算我現在不回答這條rule, 我直接回答application,我會回答什麼呢,那個writer呢,就會把那些重分, 放在這些位置,全部自己寫的這些字,但是你說,我是不是寫很多東西呢, 其實有時候都不用的,例如說, based on case info,那個客人就想著, 這個group,想著轉個recital value,其實這些呢,都不是你自己的字來的, 全部括弧這些,都是來自個case的,大部份,大部份都是來自個case的, 例如說,你呢,就想著改個recital value,從哪天開始,這樣, 你都要抄回個case info而已,你不是在用的case info, 然後就說,哦,原來這個是轉accounting estimate,那這個一定有分, 重分,是不是,因為你答到別人的正確答案,已經, 但當然啦,如果你到food stop就玩完啦,你不解釋的,是不是, 這些解釋呢,要自己寫的,例如說,哦,因為你adjusted 那個caring amount,那為什麼呢,因為呢,你現在是有個continuous decrease in trend of那個second price,那所以呢,你現在就adjusted 那個caring amount,行嗎,就是這樣,那個英文又很難嗎,很簡單而已, 其實就是,你的case info,再配合其他小小的keyword,連你自己寫的字, 就是,我要的就是這麼簡單,別人不是考你英文的writing, 我不是考IOS,你可以有grammatical mistake,但當然不要很多啦,是不是, 就是,因為大學生都不會太差,其實你們英文是不差,但是怎樣呢, 死都不肯寫,哎,我死都要呢,黏住那本我才能寫的,這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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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考不到QP的了,現在, 我要你寫自己的字,下面啦,那你就可以怎樣呢,哦,有個prospective application, 那是什麼意思呢,哎,那些什麼三月啊,二月的那些數,我不用改了, 我就由這一天開始,就用新的recidual value,再重新呢, 將那個depreciation再計多一次,這樣,這些英文你寫到的,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因為你願意改變這個mindset,操纏索,那些問題就是, 當你以我方法,你旅行背,你也願意寫��,但哎呀,死啦死啦, 我沒有任何昂иков,因為,你始終那課這些東西, 你就會有空書,哎呀,這個好空書呀,怎麼辦呢,我沒進 крут, 那林 voc 其實沒有涵手,那你沒辦法,那你就沒有遵守些文章才行, learning pack,一看到大概那一課原來是講AS8,那這裡一定有的,learning pack,這部分是講disclosure,你就當場抄下去,或者modify一點,什麼叫modify就是例如說,Standard說的,如果有轉accounting estimate,就是modify就是你拿著那一版照抄,照抄,照抄,某些基本東西你改了去,公司名,disclosure nature,或者是depree已經是改了, 改了多少錢,然後就是en多少,這些就改了,這個就是modify,這裡當然有一至兩份,另外你說差別,如果amance是沒有disclose到因為根本是impracticable,那個fact就disclose了,答案是沒有這句的,為什麼呢?答案是不預計你猜不到的,practicable啦,怎麼會猜不到呢?照計,depreciation這麼簡單,你不會impracticable的, 所以這一句的writer就沒有放進去,但不要緊,你抄的時候,你就再放進去,這些就是薄小分,這個就是純抄,所以變相當你有些東西,你是完全沒有溫的話,你還是要逼著去找的,所以我經常都建議學生,例如說learning pack,可能有些老師都不用的,但是你最低限度考試之前, 你要把learning pack的chapter立一次,記錄下哪幾個是你完全上課,沒有溫過,完全不知道是什麼來的,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就是,FRS8,operating segment,很冷門的,貼在哪個chapter,到時候爆冷了,就在那裡找, 但是那些熱門啊,整天問啊,那些,你還要找,是不是?還要就是,我只會抄而已,不好意思啊,答案呢,沒有與你有這分的了,已經,很多時候,我不是說你不用回答條rule,但是你抄完條rule之後,所有東西,application,所有東西,這些application,你都要自己寫字, 我現在告訴你,只要你這一部分,愈是夠膽用case info,愈用得多,寫一些簡單英文,你合格機會給你照抄,一定高10萬倍,這個東西是我在video這裡說的,因為根本你對這幾年QP那些past saver的答案,全部答案都是,怎麼每個都不同的, 問這個,好像都是問這個standard,但是都不同的,這個答案都說那個writer自己寫字,那個writer自己寫卷,就是放了很多時間寫這位咯,那些rule呢,8分裡面只有1、2分而已,你只是懂得抄而已,以為QP抄而已,這樣抄下去,那就是你會不斷fail咯,我沒有說你沒有分,你拿不夠分啊,這個問題是,所以呢,你還不改給這個mindset的話,你考QP就很大鑊,所以呢,這裡我這樣寫,knowledge is king, application is king,你要記住這兩個已經是不易法門的,就不是說死抄,難抄,死抄,難抄,哇,這個跟past saver好似哦,誒,對下去咯,你以為好似的,好像我的科學M13那樣,改一隻,輕輕改的字,整個答案已經不同了,已經,原來你是認識的喔,其實你肯看肯apply呢,本來你是合格的,你由你自己又合格,變成密格,因為為什麼呢,死抄,難抄,死抄,難抄,一定要框架的,哇,老師不給框架呢, 那我就不懂得回答了, that's why you 輪迴在 QP 中 行嗎? 答案,當然有些東西我改了一個題目,就查了一個答案 AS8,由於你這樣說,你自己 compare這段, change 就是 example of change in pattern of consumption 我都不是答完這些字,當你答不到 new information,這個就是 change in accounting estimate 答案就對了,然後下面就有些,當然每一條都是 例如有些 writer 寫的東西,你未必中到,你中到 prospective application 是不是?之後disclosure requirement, nature of change and amount of change,你有沒有見到,別人答了兩段之後 你抄抄抄抄,抄到這裡,什麼 impracticable 答案沒有,答案沒有,這些你不會有份 module的level,professional level,是較少 area 會被judgmental mark,寫了答案,是這麼多就是這麼多 你中到 keyword,基本上是有份的,capstone就未必了 所以這裡,你可以說是,你要中到這裡 沒有就沒有了,你寫了答案沒有,這樣就沒有分 但是你會拿高分,為什麼呢? 肯自己寫,是不是? 你肯自己寫字的,那個writer,那個marker 一定知道這段字是你自己寫的 有些少許甩卡,但是你又對,方向又對 有少許 grammatical mistake 你照抄的東西,是永遠都沒有 grammatical mistake 那個marker一眼就看到了 他就會用心看,啊,這位同學寫的東西 啊,這裡也中啊,啊,這個也有啊 adjustment,這裡也有啊,這樣 給分你的啦 就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你問我呢,你們只是 把事情簡單複雜化了,就是說 死抄,難抄,死抄,難抄 其實方法都不同了 人家的要求都不同了 為什麼你們不肯改變mindset 仍然用回十幾年前考那些 哦,照抄可以的啦,啊,合格的啦 那些人,現在不同了,可以嗎? 好啦,那你會問我,你說 不是呀,sir,你剛才舉這個module A的例子 我都考過module A啦,好像較容易apply的 是的,最難最難的application 我不說,這科是QPC,是June 2019 最難度高呢,就是module 12和13 有一些題目是怎樣呢? 呃,我上了課 我都不太知道他在問哪個area 甚至是,沒有任何的rule 沒有任何knowledge是能夠幫到我 12、13這兩科是特別多這些位的 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總有些位是有rule的 但是,是少很多,不像11、14那樣呢 一條rule apply,一條rule apply 是清晰一點的,為什麼呢? 這個呢,我不highlight啦,他在說什麼呢? 哦,他是開餐廳的 現在這個manager就說 不如這樣呢,我們幫助一間新的supplier 就叫做新鮮 但是呢,你現在是個board of director 你就在想著,啊,可不可以幫助一個新的supplier呢? 我又不是說很趕的,但是那個manager有稅的director 不是啊,光顧他呢,便宜很多的 那些quality也OK的,那樣 那如果你簽約呢,每一年就要commit 就是買兩百萬,90%of total purchase 那如果你不簽約就沒事啦 你一簽呢,就一定要買 那我相信commit的意思就是,你買不夠兩秒呢 剩餘的gap呢,那個價錢呢,你都要給人的了 所以你最好就minimum買了兩秒 那他就問你,你要考慮些什麼? 我欺負這個了,你是個board of directors 你要考慮些什麼? 看上去就以為,哦,這個就是corporate governance 但是呢,如果你看完CG code,你會發現到 沒有一句話,是教你怎樣manage business的 沒有啊,零啊,因為他只是會叫你 你要開一年開四次會,你要有commit commit有些什麼人,要independent的人 那些是一些很rigid的rule 但是人家不是在問你那些rule 人家在問你,你要考慮這個contract,你簽不簽 那些人一見到這些,他的表現就極差 因為為什麼呢?啊,我背了東西,但是沒用的 其實呢,各位同學,可不可以在考試裡 開一下自己的腦子呢? 其實你是不是不帶腦子進去都考到的呢? 會計師牌,畢竟是專業牌照嘛 其實你是不是不懂呢? 11分,你要拿10分的超難 我當然知道這題目,是不是? 你拿幾分可以嗎? 舉個例子,例如說 咦,不是喔,如果我設身處地會想 我只是幫他簽呢 很冒險喔 你兩mil,90% 我只是問你買差不多了 那會不會有一些risks呢? 例如說 舉個例子,例如說 哦,那個supply是否 stable的啊? 是不是? 哇,你QA我不是糟糕 你知道海鮮要新鮮嗎? 是不是? 我想告訴你呢 你不用寫到跟他答我一樣的 但是這些東西呢,是一些很common sense的東西 其實一個大學生應該要有差不多的common sense呢? 問題是你肯定想的 你不用寫很複雜的英文的 你只需要說 I will consider whether the seafood supply is steady 一分 我告訴你,我一定會給你一分 因為我答案其中有個位 未必用這字 但是其實就是同一個意思 它是寫得很圓的嘛 concentration risk啊 會不會問同一個人買 你不用中keyword 這些題目根本就沒有任何keyword 是中個意思 你肯想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當然不是每一條都那麼容易 但是這一條呢 是堪稱其中一條呢 corporate governance來說呢 QBCM13是最難的一條 那些人就躲在那裡 我不懂的這些 沒有教過的嘛 你不是要別人教完呢 你才會懂 但是要幾分 不是難喔 當然這些題目 不要第一條答啦 是不是? 但是你要想這些東西 但是 我想說 你去到capstone呢 就整份卷都是這些東西的了 到時又是25分 什麼都要想 當你manage一間 即是當你是manage一間 海鮮的餐廳 所以呢 你不在module level 習慣了去想這些題目的話呢 你到capstone你也是過不了的 所以呢capstone的要求更加高 就是要想這些 point 就是這樣 當然我不說了答案 其實很多都還可以寫的 就是這樣 那part B就難回答 就是說 你收到匿名電郵 就說 簽了 簽了啦 發現到 原來呢 這間新鮮呢 是個operation manager ultimate control ultimate control 就是說呢 他未必是 immediate shareholder 可能會是 一個人再弄一個人 或者他找他老婆 那些 後來有匿名電郵 vistoblo 就說 那你要做些什麼 當然很難回答 這個 但是有common share的答案 我可以回答到 就是說 如果你在公司 你是高層 你收到匿名電郵 你是不是馬上就說 哦 這個人糟糕了 你這個人是這樣 就是說 代表你平時看的東西 就是說 哦 身份報什麼 信什麼 我想你也不是吧 你是不是會fact check 我們現在經常用這個詞 你是不是會investigate一下 這件事發生什麼事 夠了 一分了 接著 抓他過來問問 當然我不是 你用integrate 那些深的詞 不是盤問的 你可以這樣英文 ask invite the operation manager ask him what is happening 可能有機會 又撿到一分 因為有一句就是這樣說 你是要interview這個人 或者是integrate這個人 那所以呢 根本你要問一下他 喂 是不是真的 可能是假的 這個是匿名電郵來的 不是每次都要寫了些框架給你 你才會回答的 寫了框架當然是好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QP 這樣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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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得認識框架 你不會合格的 尿QP 放棄框架 其實你們是認識的 很多東西都 問題是你想想的 考試想想有多難 不是每次都要想的 有時候 有些東西你溫熟了 又有些東西是認識的 當然是寫字 你都會懂得回答的 不是每次都要這樣 明白嗎 Capsule很難說 但是professional level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行嗎 所以這個呢 他有答案 比如說 背景搜尋 看看是否適合 當然你不用回答 因為他這裏問 六分 這裏多過六分的答案 甚至呢 去到capstone 問這些東西 有很多judgmental mark 因為 不是單一的方法 去 manage business 你明白嗎 所以capstone level 我呢 就有更多judgmental mark 可以給我一些 make sense的答案 你肯答 肯想 寫多些呢 就必定是successful factor 記住我這句話 那後面呢 這裏當然就是 就是 這個難一點 比如interview manager 那樣 你不用寫到一模一樣 allegation is valid 這些字眼是很難寫的 起碼你寫到就是 你會invite他過來 問一下他什麼事 問一下他為什麼會有這個 vistal blow 你是不是真是ultimate shareholder 那樣 你就寫回英文 用最簡單的英文寫的 就是要這個要求 再給你一條看 看完的題目 就是說 證明了現在呢 new qp呢 你只抄rule呢 你應該fail的機會都非常大 舉個例子 例如說 這間公司呢 就幫這個客人做IPO 之後呢 就一直做auditor 而呢 Wilson Wong呢 那個senior partner 就由IPO開始 就一直跟到現在的了 這間公司已經上了市了 那另外呢 除了你做external audit之外呢 還有就是做IA的 又做EA 又做IA 好了 那他就問你什麼呢 他不是問你auditor 他就問你了 如果你是一間公司的audit committee 這個是June 2021 M13的題目 new qp audit committee 究竟你針對external auditor 你要做些什麼 這樣 這裡五分 是人上課 是人看個learning pack 都會知道 啊 你呢 要對appointment呢 就要給點意見的喔 audit fee 又要照顧的喔 看一下那個EA 有沒有一些independence的問題的喔 有人都讀過了 是不是 算是很淺的 這個 跟著呢 我起碼 我教的時候 起碼有幾個同學 有同學提過就是 其實這條呢 我聽你說回來 都很淺的 我有答過 但是我最後拿回performance report 看回 我不合格的喔 為什麼呢 我當然知道你為什麼不合格 他又怎樣呢 那個looks有的 第一句 這個有分了吧 抄完之後 就抄另一條 rule 我沒有quit那些 全部都是抄的 抄 抄 然後抄 然後抄 去做下一條 你知道他怎樣數分嗎 喔 這裡有四個point 那他有四分 他是不是fail了 是啊 看回performance report 別人告訴你 你1A 拿到什麼range的分數 他就不合格 哪有人不會回答 這些 不過會抄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抄呢 這個是我的note 來的 make recommendation reappoi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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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oval of EA approved salary 哪有人不會抄呢 一模一樣的嘛 條 rule 是不是 我highlight那些呢 是的 是不是 對 对啊,highlight那些就是答案一模一样,抄抄抄抄抄,以为自己拿了四分,去做下一条 全部重分放在括弧这里,那你怎么合格?我只是给你很简单的例子,就已经看到了 括弧那些才是重分,可能会得半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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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你拿了两分 2 over 5,你都是fail,很简单的,我没抽这个很深的,所以这些东西是很难写的 跟着你这么久,就有familyality thread,所以就要rotate 这些字眼,你有读coe,谁都会答的,自己写英文,你的重分就在这个application 你不用写到跟它一模一样,只要有相对的keyword,简单英文,简单英文就完成了 这些,全部重分,在application那里,但你说,这个呢,你不说review all the fees on all the fees,当然这个要读得很深入的CG才会知道,我没叫你回答完 这里多个五分的,是吧?起码拿四分,最低限度拿四分至五分 借抄,死硬了,现在,行吗?还有呢?你说,还有啊? 那些老师的乱屎都给了,那你先等等,new qp呢,当然是用新的learning pack 但你不要记错,这一版是由旧的learning pack来的,我们老师会筛选呢,当新的learning pack 你不会看旧的嘛,因为你怕旧东西outdate嘛,就不够玩啦 因为新的learning pack在这个位置呢,轻轻说两句,你是不会够玩的 你有没有看到别人写个答案? 整个答案的字眼都是由enhanced qp的learning pack 即是旧的learning pack而来的,你怎么玩?是不是? 我不是不断,其实我经常有个message说,我不是不断说一定要逼些 你不补习死硬了,想不想补习班是其次的 你的mindset是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你用的东西是不是对 第二样东西,你肯不肯自己写字 是这样东西而已,所以你已经很清楚看到了 好了,capstone呢,就更糟了,因为为什么呢? 你还想抄,就恭喜你了,你不会过得到的了 为什么呢?整个capstone的玩法呢?就是由corporate governance做一个leading 就是什么意思呢?企业管治根本就是说一间公司怎么manage business 但你说企业管治呢,我说的什么,开几次会啊,那些行业 你follow的reel呢,个个都follow的,大部分都follow了,不代表你做得好的 一年开四次会,你开会瞎眼泛 你开会不是谈的business的东西,有什么用呢? 所以他里面说的东西呢,你可以follow整个框架,完美无下 但其实你manage不到business 所以别人在问你,怎样manage一个business 这个是starting point 之后呢,那个board会领导management 领导comity 是不是?变相,现在capstone的角色就是 就是,你是其中一个management 但是很有趣的哦,因为你考会计师牌嘛 你是个finance manager,你是个cfo 但是你问一下一些,做着conversal的会计师 他怎么会使你那些chelegy的呢? 所以很有趣的,capstone是当你超人的 你是一个cfo,但是是理解公司的business 或者是你写advice给那个board 好像那个board不用做事那样 但是你就是万能的咯 别人就这样考你,接着呢,你要理解些什么呢? business strategy,business decision,business solution 全部是由你去答的 之后呢,risk management 就是business risk,IT risk regulatory compliance 例如HKCO,listing rule,taxation 甚至面对EA 在过程当中呢,你一定要囚集资金的 我想上市,我被人告要赔6千万不够钱 全部都有机会问你如何囚集资金 你有没有发现到很多都是M12,M13那些东西呢? 还有你当然FRS是M11啦 但是整个架构呢,是以M12为主 那是真的,然后那些M13那些东西呢,就放进去 M11,14那些呢,就是这些位置呢 就看看问到多少分 未必是个分的重心点 但是一个公司的会计师 一定要识accounting standard 一定要识taxation 看看risk在哪里 人家将你module10至14的东西 全部混在一堆,在75分里面 是不是不同啊? 是吧?module level分得很清楚的 每一科的knowledge 现在不是啦 上课教你,这里有些rule 这里有些principle 我不管你了,你腦里面有这些东西 到时问什么,就抽对的东西出来答 所以那个application的字眼 差不多是全部都是自己写的 你不要想着抄些rule下去 什么pass paper 什么,没有任何东西 你可以refer 你带那么多东西进去呢 只是慎防你不记得 你要找回来回答 很多东西你都要背在脑里面的了 另外 你要being ethical 留意有没有力量的问题 build up a team leadership 这些就是辅助了 例如说,我呢 就想要赚多点钱 但是呢,赚钱和ethical 有时是相冲的 所以你要去想这些东西 所以整个syllabus呢 就是在capstone 就会有whole picture 这样看 所以你要问我capstone 由再高一个层次了 为什么会考你innovative thinking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了 manage business的有很多innovative thinking 每一行都有 你开海鲜餐厅都有很多桌头要搞 那些就是你的答案 从哪有去抄 改变你们的mindset 没有的了 所以呢,最后最后呢 就是给一个overall 叫做智性之道 refer这个topic 就去讲啦 首先第一 你们要想一击即中的话 一定要改变这个mindset 由你要黏住那份noots 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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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得改的 我改了一些 改公司名的那些 你要浪费很多很多时间 差不多十年 你才可以考完QP 我不是说你 那你同一科呢 考了四至五次呢 其实你都不用怎么抄 那些rules都是那些的 你都很熟的啦 那你都熟到这样了 那你就不用每次都refer material 你就多些时间apply 所以你不要以为呢 有些黏着框架的同学呢 他会是 不是说我认识他那个人呢 他都是抄回来的 第一啦 他是不是抄你不知道 你不是他嘛 第二样东西 他是依赖框架的 他考了多少次呢 你先问一下他 是不是 所以你要一击即中 你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 一定要变成application 所以呢 改变你们的mindset 是很重要的 第二样东西 没有calculation 就算capstone都是 没有什么calculation 全部写东西 对不对 这两个mindset你一定要改变 第三就是 一定要是背 但是你会问我 你说有些rules呢 我都背不了的啦 很难的这样 我不是叫你背了 可以背的 一个个单字的keyword 你要背了它 M12、M12、M13很多的 但是M11、M14呢 就是有条 rule 你可能要refer material 答了那条 rule 其他全部application自己写 行吗 但是你会问我 哇 背呢 很浪费时间的哦 是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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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懒 而你fail 人家勤力 人家合格 是否理所当然呢 我想问 你现在考一个专业牌照 是说你未来的三至四十年 令到你的人生是有受用的 加人工的 而你跟我说 我没什么时间啊 我都是open book 我都是背不了的 那你想怎样呢 我想问这个问题 另外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些很长的rules 你要refer 没有办法 但是其他位 尤其是application那些位 不要再找material 不要再找pass paper 自己写吧 那你说 不是啊 我找到一条题目呢 我那一届考呢 和一条pass paper 真的像 techy 真的像到99% 那我想问 那些pass paper 你应该很熟读的 你应该有某些pass paper 你大概都很熟的 那你还用什么提呢 我想问 那你都像到这样 如果我当你对 找那条题目 哇 只剩下答案 差不多一样的 那为什么你不可以自己写的 那是不是你未够熟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说到像到这样 虽然近这几年的QP 你说像到这样 那机会是低的 但是难保有的 像到这样 那为什么你还要提呢 什么不是你懂的 什么应该 教你了 或者你自修 你有做过pass paper 是不是未够熟啊 是不是相互相成 那些东西 跟着呢 apply的时候 就麻烦你 放胆写自己字 你们很多学生 很多自信不足 经常觉得 我写自己字 可能回答不了 其实你们是懂的 大哥 你上了课 有人教你 或者是自修 或者是大学读过的 有些你是懂的 放胆写自己字 有很多呢 以前的F.E.E.学生 卡住 到他考了很多届 其实那些规则 他很熟 他都不用怎么再混 他就说 我差些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熟 都不合格呢 就是差这样 他放胆写一届 那届就合格了 很惊奇 很惊奇 就是说 Teggy 对啊 我自己写自己字 很合格 我说你不用那么惊讶 我已经说了很久了 你肯不肯改变 说完之后又不听 另外就是那些英文 但是你会说 英文 又不用 又不是啊 Capstone 有三天workshop 考很多考你 如何present 那些logical thinking 所以 当然改善英文 你可以参加一些英文的 business english的class 坊间有很多 我们有些都有 但是你说 我不想参加class 那你就看一些英文的新闻 读一下英文的报纸 每天都读 每天都听 看剧也可以的 其实很多人因为看剧呢 那些英文会好了 但是我不管用什么方法 总之呢 改善你的英文 是会有帮助的 但是呢 这个我没有highlight 因为这个是最minor的 全部这些 一定要改变这个mindset 还有呢 不要再死 黏住你的东西 放胆捨 你们懂的 对吧 我教你们这么多学生 我相信你们改变的mindset 会对QP的成功 的success rate 是高很多 那当然啦 你问我 最后最后的 你找不找人帮忙呢 这个就是你自己决定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 你找人帮忙呢 刚才我说的很多东西 都会有我们老师 不断remind 你啦 跟着呢 你呢 自己看learning pack 自己都看不明白的 但是有人点你十分钟 教完之后就明白啦 对不对 问题是 你愿不愿意浪费一些 当然啦 你要spending money 但是你就不用浪费自己这么多时间 还有就是 你有人帮你呢 你会快点考完 这个就是个问题 有些人是 我知道坊间的学生就是说 我不上课 我只是自修 那你要考多久啊 现在不是十几年前的QP 对不对 你要问下一个 我自己读的 你要考多少次啊 你知不知 别人的课里面 有什么浓妙的东西 你要知道 所以这些呢 我当然不会在那里讲我们的training program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 你找人帮呢 那个好处就是这样 行吗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看完这条片之后呢 就真的开始了 你成功第一步 就是你要改善你的mindset 就是没有计数 所有东西都是尽量记 还有就是application 那些英文啊 用case info 写自己字 简单表达 你要做到这些东西 那你QP的路就会smooth很多 对不对 那我今天讲的东西就是 就是这么多了 希望可以帮大家 去应付 未来的New QP 的考试 还有真心希望 大家改变mindset 不再是死抄难抄 不再是依赖框架 行不行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